好 米耀庭妳是十五歲 就開始打拚 對 妳說妳很小的時候 就在美髮界被霸凌了 十五歲算是還滿玻璃心的時候 所以妳說面對職場上 妳說被霸凌嗎 我覺得就是說 學姐說話重一點 如果以現在來講的話 發生了什麼比較激烈的事情 我記得因為我是台南人 然後我從台南北漂到台北 開始在職場實習的時候 我記得很基本的打掃工作 就是倒垃圾 然後那一次就是跟學姐問說 學姐 我幫妳一起倒垃圾好了 畢竟心生什麼也不會 妳不會洗頭什麼都不會 所以就只有先做打掃工作 然後我就問學姐說 學姐妳的垃圾袋放哪 我幫妳一起把垃圾打包起來 然後學姐就說了一句話說 妳很煩耶 走開啦 不會自己去看喔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那答案到底是 沒有答案啊 他就會覺得說 自己去找 自己去找 對 然後晚上到宿舍的時候 就打電話跟媽媽說 怎麼辦 台北人怎麼那麼可怕 我覺得怎麼會跟我想像中不一樣 然後媽媽就告訴我說 她可能以台南來的喔 不一定 其實她算是耶 雲林 然後我就覺得說 就是應該說我那時候 為什麼會被就是這樣 是因為我 在要來職場的之前 我媽媽就先帶我先去練習頭 然後所以我到職場上 我表現得算是 滿快速就可以融入 大家的環境 對 然後學姐就覺得 你這個油條 你心生應該有心生樣 為什麼你心生來 就什麼都會 所以就因為這樣學姐 你也下馬威 對 然後我媽媽就跟她說 沒關係 反正學姐今天對你凶 你明天還是一樣去問她 熱心的幫她 打掃工廠怎麼做 然後那個怎麼用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再凶的人 好像有一天 她突然就會對你 不一樣的看法 因為有一天我就非常粗 早上醒來 學姐問說 學妹 今天要吃什麼 早餐 那我就覺得不是吧 怎麼會 媽媽的話 媽媽說沒關係 妳一樣要繼續去幫忙 所以我就發現 因為如果你有一點點 玻璃心的話 那真的沒辦法 在這個社會生存 要先熬過第一步 所以後來你開始 吃虧當吃補 有進步 沒錯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 是不是南部人的特性 媽媽就會先教大家說 你到台北 就是什麼都是 人家家裡做什麼 就要做什麼 是那種好席不行的 那我就覺得說沒關係 就是從南部 南部的住宿環境 就是透天處 這不用講 來到台北好像關尿融 就是一層公寓裡面 然後一個小房間有上下鋪 然後上鋪可能四個人 下鋪四個人 我突然覺得 我到這裡來 是對的選擇嗎 我居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天啊 不是這樣吧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 我既然都到這裡來了 然後環境就是這樣 我只好面對他 那學姐不管不要家的班 或者是再難處理的客人 我就撿起來做 因為我覺得我總比 我來就是要做事啊 我覺得那總比我沒事做好 所以就養成一個 如果被需求也是一種好 OK 滿好 妳的正向思考耶 妳後來是升到了這個設計師了 但是那時候還是被 妳更高的主管打壓 對 我就發現 怎麼會永遠有打不完的怪 因為我就說我算是 所以公司都稱為我叫 寶寶猛 用現在來講的話術是這樣 但其實就是我發現 我考試就是必考必過 升級考 所以我在短短的 大概實際一年半 我就當設計師了 從助理到設計師的過程 那我就發現說 如果妳在這麼堅持 對的道路上的時候 其實妳可以縮短很多時間 妳就可以成功 但是對於妳的成功 除了妳自己覺得很開心以外 妳還要面對別人 對妳的嫉妒跟同在之間 對妳的要脅 甚至是 妳可能會覺得 每天的壓力 妳不管不只有 照顧顧客的心情 妳還要照顧好自己的心情 然後妳要面對喪失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要怎麼樣 讓自己有一個出口去 然後有一次是真實的案例是 過年的時候 大家都要整理頭髮 每一個人都要 那每一個客人一定會擠 在過年的時候 那我記得小年夜的前一天 我們就是在工作 然後我記得我的客人 是像這樣整組沙發坐滿滿 然後那時候是助理人手不夠 然後我就記得 我那時候已經忙到 我回省也是晚上七點了 那我發現我沙發上 還有顧客在等待 就是要燙頭髮 然後那一次 因為怎麼講 我說我是從台南上的尖叫聲 所以我的助理也會有 這樣子的尖叫聲的合作 然後我記得 永遠記得 我客人七點都要燙頭髮 然後八點半打燙的時候 全部人瞬間都不見 趕車的趕車回南部 然後要回家的回家 我只發現公司只剩我 然後我就問主管說 那我的客人沒有人服務 他一直在那邊等怎麼辦 然後我的主管就告訴我 誰叫妳要約這麼晚 妳為什麼要加班加這麼晚 大家都跑光了 我說不是吧 然後於是那天我就自己加班 幫客人燙頭髮 到凌晨一點鐘 然後我爸爸就打電話來說 我的寶貝女兒 妳怎麼還沒有搭上客運 核心客運 那時候還沒有高鐵 我就說因為我在加班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到底是該哭還該笑 候補票都打了還坐不上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對 就是這樣的過程 然後是事後主管意識到 我這麼嚴重問題 他才願意再把助理 多一點的來給我 然後去支援我更多的 讓我的工作流程 可以再更順暢一點 董哥說妳算是鼓起勇氣 我超級 拿業績 當妳的底氣 沒錯 難怪一年半 從助理變設計師 超好的 對啊 妳可以來我部門 我三餐都幫妳準備好了 我其實 真的很好 這過程 我也有發現 好努力的年輕人喔 一個重要的事情是曾經 這是我那個就是沒有提過 就是其實在這一路 當Says的過程 表現都算好的 那真的有其他的髮型的老闆 來挖腳 對 一定有啊 他是直接到門口耶 然後一直打電話 約說我要約那個Miyaki的 他就說請問妳要約幾點鐘嗎 他就說我們八點半打烊 他說我要約八點半剪頭髮 然後櫃台就覺得 妳為什麼會約八點半 他很像就是打烊了嘛 應該是約會吧 他就是故意要趁那個時間 都沒有人 然後來跟妳討論說 要挖腳的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 我這件事情爆發以後 才讓老闆更珍惜我 他才知道原來 對 最熟可熱 老闆才會珍惜 真的 有時候需要一些外力的 這個刺激 妳後來開兩家店 月收入超過二十萬 其實很不錯 妳這麼年輕 但妳還兼差 去當王少偉的助理 為什麼 客人都已經接不完了 對 其實我們 我跟王少偉認識是 其實我們在 我很小就 應該這樣講好了 十幾歲到二十歲的時候 我們接了一部戲 叫做愛情魔法師 然後反正就是這樣 認識我們稍微 然後我就發現 戲裡結束之後 發現都還是一直會聯絡 然後還保持滿好的友誼 然後我就 應該是說這過程 藝人有時候有助理會不夠用 或者是就是同公司 會不夠人幫忙 那我就覺得 我既然是他的髮型師 好像兼助理的工作 一起做一做 發揮你知道 再十幾歲的那個精神 學姐不要做都給他撿起來 做的一個精神起來 我就發現 不管是我們拿便當我也去拿 然後就是頭髮就弄 然後不管換衣服什麼服裝 就是我全部都包 我就發現其實這樣也沒有不好 可是做那麼多薪水 也沒有加啦 還有啊 對 妳算我有聽到嗎 對 然後更荒謬的是 有一次我們 就是大家一起去夜店玩 然後我甚至還負責 可以髮妹的一個角色呢 因為就是 她要電話不會吧 對啊 去要電話 然後我就發現 我是女生 但是我去要電話 好像滿容易的 所以我覺得這過程 就是感情可以好到這樣 那其實中間也是滿好秀 是有時候就太熟 然後我們不是拍戲 都會有連不連戲的問題嗎 然後有一次就是 來整理頭髮的時候 我忘記說他還有一檔戲在播 然後我就是太開心 就聊天 然後給他剪個全新髮型 對 剪一個太短 然後他就說 他突然回事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不是那個戲還沒有拍完 怎麼剪這麼短 然後後面 就是之後他繼續折的時候 他就說就是 反正他也沒有責怪我 他就不小心就隨便來 就看他們怎麼弄 就把那一部戲 把它給拍完結束掉 OK 而且妳幫他做了 十二年之久 很多都沒收錢 對啊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在職場上 這些人情累積來的 好像也不是用錢要去衡量 因為我會發現 到一個戒點 零戒點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老聽人是公平的 這個人情 妳所說的那些金錢上的 我幫他做事 他沒有付我錢的 可是他最後... 好像也都回到我身上 例如 他在弄就是拍戲的過程中 只要有人一提起髮型 他就會說 妳去找名字啊 妳去找名字啊 就好像發現 之後這些人 他也會幫我介紹回來 我就覺得好啦 可以啦 沒問題 OK 妳也是看得很遠 他變成是妳的活招牌 片場走來走去 咪咪去弄的 有沒有很帥 對 而且他要帥帥的 OK 好 所以他很願意這樣子付出 素卿 我覺得他滿不錯的 但這場上 是不是妳不要這個 常常生氣 而是要多多爭氣 我覺得重點是妳要 不是說要爭氣 而且不能在錯的人 面前生氣 要在對的人面前爭氣 這才真正懂得競爭的人 我們以前啊 我們公司啊 有一個人 他非常的聰明 我永遠覺得 那孩子真的太聰明了 他是這樣的特性 就是比如說 有時候我們在討論 一個計畫 能不能做的時候啊 像我這個人 就是一個很負面 說這個不行啊 因為妳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就很難啊 我們必須怎樣 他沒有 他永遠啊 在對的人面前 是不生氣的說 我們可以試試看喔 長官這個想法很新奇喔 好喔 我們來試試看喔 長官最愛這樣子的人了 走了之後 永遠說沒有 對 走了之後沒有關係 該他的部分 他都沒做 厲害喔 然後最後成品交出去 我們會克服嗎 我們這些剛開始都說 不行 那個人 都已經決定得做啊 買一套筆做完去 他的名字在上面 上面人永遠都不知道 這個當時說 這好新奇 好棒的主意的這個人 事實上他其實都沒做 但是因為他知道 其他人會不然完全 所以我剛才講的是 生氣跟爭氣不是重點 在對的人面前爭氣 不要在錯的人面前生氣 OK 錯面生氣也是白搭啦 浪費你的口舌 是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 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